嗯 欢迎送你鸽子回家 爷爷 别哭吧 够酷 你放假 独裁两天 爷爷学了狗狗新东西 暂时给你看 嗯 看爷爷给你买了啥 蛋挞和奶茶 爷爷你咋还知道这个 奶茶了好吧 跟我说他 买买点死 爷爷你这是热义内心啊 爷爷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游戏的呀 要不打两位一斤 可以呀我看看爷爷什么水平 爷爷你快上了 哎呀你刚刚怎么不上啊 害得我们都输了 哎喂 你们买年后的新衣服怎么都不叫我啊 好我马上就来等我啊 爷爷我晚上约了朋友 哎呦喂 我晚上就不回来吃饭啦 鸽子你爷爷最近挺潮的 还会发抖音呢 舅舅说今年要送好礼呢 我爸大叔都爱用的菲利浦虎年礼盒 要不你也给你爷爷买一个 你爷爷肯定不知道 他到现在还在用老年T恤刀呢 你怎么知道我爷爷变潮了 老爷子那是为了和你有空的话题 特地找我学打游戏喝奶茶呢 你说什么 我教了好久呢累死我了 原来爷爷变潮湿因为 你刚说的那么久在哪啊 我连老鸽子回来 我可不能露怯呀 帅哥 这奶茶多少钱一杯啊 你用小程式下单就知道了 什么是小程式 要不你求求我 我不会弄这个 您还说您年轻呢 年轻人可不用这个挂胡子 用习惯了 现在年轻人不用这个 用啥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菲利浦风潮酒系敦煌虎年典仓版礼盒 您看这个上面有您喜欢的老虎图案 而且今天刚好是虎年 象征着如虎生意 比您的东西还真是不一样 脑子都不喜情 很有意思啊 要不您打开看看 啥呀 你送的东西 爷爷都喜欢 以后啊您想学什么 孙女都一步一步想你 人生太短 孝顺不难 没有安顾陪伴 今天我要网练分线了 我精心的打扮两小时 那心期待的有一场浪漫的约会 是 你只有带我来这里约会啊 这家店我经常来吃味道特别好 你来尝尝这个牛油特别香啊 我不用不用不用 对不起对不起 喂没张眼睛啊你 不能好好说话吗 刷口穿成这样你装什么装啊 好了好了我们别吵了 哥子你等等我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你就带我来这里 对不起我只是觉得这里氛围很轻松 算了我不想再说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是我让你丢脸了 你怎么穿成这样来参加我朋友的聚会 丢不丢人了 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 是我让你丢人了 别拉拉扯扯的 不嫌丢人吗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人 对不起啊 应该提前跟你说清楚的 我太着急了 我是很期待有一场浪漫的约会的 下次 我一定注意 一扬 你 你 怎么了 不是有人说 这样氛围会比较轻松一点吗 走吧 我们去约会 爱就像惩罚 一方为零 结果一江湖 通常奔夫 我的女朋友 特别爱撒谎 你 饿了 不是 我看这些菜不吃就浪费了 我马上吃完了 你先去睡吧 你在干什么呢 我马上就弄好了 你开单试一下 下次这种事 你等我回来搞 一个人在家摔下来怎么办 不会的 我马上就弄好了 你脚怎么了 没事 就是一点小问题 你给我找钱做什么 啊 哦 我把你送我的礼物退掉了 一共五百三 还有上次买菜的钱 我一起 够了 明哥 你到底懂不懂啊 我们之间真的要分得这么清楚吗 我是福利院长大的孩子 你听话一点 乖一点 不许有人收养你了吗 你手上这个就挺好看的 把这衣服给我洗了 从小到大大家都是让我听话 懂事 却我一定没教我怎么做一个正常人 你哭什么呀 我还没哭呢 你知道我为了给你送礼物啊 花了多少心思吗 这个可千万别对了 这个可千万别对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花钱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花钱了 什么 猎人不想要 怎么又有人拒绝礼物了 她也太伤人了吧 特别的心意送给特别的你 你真的忍心拒绝我吗 谢谢 谢谢你给我送礼物 这才乖吧 我以后会努力做一个正常人的 你不一直都是吗 这款杀薰纳烛 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能点起它 因为它是木质相较的 轻轻淡雅 会让你感觉舒缓放松 在这个家 你不用为自己穿上灰甲 因为啊 我就是你的专属骑士啊 怎么哭了呢 可能是我觉得太幸福了 这才拿到哪 我以后 我在灰镜中看到了光 在光里看到了 现在的财经频道也太不真实了吧 把大叔披成了小鲜肉 他在那赶紧把他抓住 哎 我欣揚 真是穿到架了 我怎么把他带回来了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这么热 那个你等我啊 我马上就去跟你找我 狗男人老流氓 一阳是吧 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一切 对于我来说算什么吗 我会给你负责的 我们结婚吧 谁稀罕你去啊 我还不喜欢你 让我嫁给你 不如算了 我这都是被狗咬的 妈 医生 我妈呢 你中奖肺已经欠缴了 房位这么紧张 只能给别人了 这个怎么办 好好的天津大小姐不当 却要和你便宜妈一起出来自力更生 然后被你们当成私生女卖去联姻吗 那可怎么办呀 你妈妈的住院费都还没有着落 李总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我们家的二女儿 果真很漂亮 伺候好李总 你妈的医药费才有着 哎宝贝 你今天的目标来了 她可是现在商界最有实力的男人 我这样贸然上前不太合适吧 哎呀 你我女儿的美貌 没有拿不下来的男人 去吧 易总 我先跟你 我有急事要出去 这么晚了就别去了吧 听话忙震声 抱歉回来有点晚 没事 回来就好 我决定改变自己 把她留在身边 走吧 你怎么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饭做好了 快吃吧 谢谢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突然转我钱做什么 你不是要买房吗 我给你添砖加瓦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疲倦的回忆 其实 我不图你的车 也不图你的房 只要你爱我找 吃水果 我们看水果 我的爱 像真爱 散落在天墙地带 不再对谁期待 难道是一种 自由自在 而全都想真爱 那就放手吧 不断被时间掩埋 谁还自得在 你怎么在这儿 鸽子你回来了 对不起 我实在忘不了你 走啊 愣着干嘛 你就说这样出去 逛超市 我是走红毯 凭什么我做饭呀 我天天上班 你在家饭都不会做 我妈说了 家务活一旦斩首 一辈子都躲不掉 我可说清楚了 我绝对不会做的 你 你还在存钱啊 你这样怎么买车买房啊 迟走都会有的 我还年轻 别怪我说话难听啊 房子和车子都是最基础的 要不然休想结婚 你们复合吧 凭什么 你们一个臭鱼 一个烂虾 就应该一直都这么起 没事 你要和我一样的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不和你的车 我必须你的方 不然你按照 第一次约会嘛 穿着简单大方比较好 就那件白色的吧 你穿还蛮有少年感的 哎哎对了 记得喷我送你那瓶香水 哎还有还有 哎买树花再去吧 别看这些东西不使用 但女生啊 往往都是被这些小细节打动的 不错嘛 玫瑰花太过于热情 还是小厨局最有分寸感 看到信息为什么不会 没时间聊天没事 但你可以告诉她 自己在忙 晚点再回忙 女孩子没有安全感 会胡思乱想的 在忙 晚点回你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女生来大姨妈 不能只喝热水 混淌在柜子里 赶紧泡 快去吧 你不是来大姨妈了吗 嗯 暖暖的 给你 吃点小核丽 缓解心情 你怎么这么天心 说 谁教你的 这可是我的多门秘方 生理切吃前职 可以缓解心情的 这样肚子就不会痛了 好 以后你的小核丽 我包了 哎呀 我把你教的这么好 如果以后我能吃手了 真的不知道会可以哪家 休想 我才不要和你分开 哎呦 你知我吗 中生后的我 接受选择 写下 枷锁 我会想的 你开心就好 好吧 对不起 我们分手了 你手上那天 来不了了 为什么 我要出国了 你真的没来 我真傻 明知道他不会回复 抱歉啊 我来晚了 没关系 我也赶到 服务员 两杯柠檬茶 一份水煮鱼 想不到 你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 恭喜你啊 终于要结婚了 这是婚纱照 真好看 新郎挺帅的 你呢 最近这几年 过得还好吗 挺好的 我去年结婚了 刚好今年我爱人怀孕 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下 以后就在国内定居 孩子都有了 对 不会 连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吧 哎呀 不解 不要不要偷偷告诉他 在无数夜深人情 你撒谎 这上面根本就没有新浪的照片 来这么早干嘛 想过离开 给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旁白 那些姿态 那些伤害 不想离开 也许常识过悲哀 会开始阳光未来 想到我 是 秦三 你没事吧 没事的 让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你发给我 你发给我 我再说一下 你老水你直接发呗 你这不怕啊 我看你留心记录啊 无关心无愧的 你聊聊心 算了 聊天记录比你脸还更紧 蒂羊 你看我项链到哪了 算了 我自己来吧 直到那天 我打开了他的购买记录 这谁啊 前女友吗 我以为已经扔了 我发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就死了 看着那些关于他的购买记录 我偷窥到了他们整个恋爱公厂 他脚的尺码比我小 你看我穿这双鞋好看吗 你小心那边摔着 以后结婚也要穿这双鞋 他们买过双人床单 一起精心地布置过房间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我想把房间都挂了我们的照片 好 你要做什么 我都不用钱 一扬 你看我捡到了什么 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小心点 别被他抓伤了 碎碎平安 年年有余 我们叫他年年好不好 那我们得赶紧有个碎碎了 你说什么呢 让我看 哇 他好可爱呀 他叫什么名字啊 年年 是年年有余的年年吗 是 原来 原来易热给他买了很多包包和化妆品 今天是我们恋爱一周年 你就没有一点表示吗 好了 你上次不是看上一条项链吧 我买给你 不是 我只是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好 在一起那么久 他就只给我买过一条项链 还是我自己要的 刚下楼扔个拉键 太冷了 你在 干什么 二哥总会有痕迹 人家才有一个过去 我要不要让他就过去 i're a song 哀嚼 银行 不 europe prop